我這樣子看總覺得後面好像還是有點空耶 算了先這樣子,我們先輕鬆一點拍好了 哈囉各位我是黑帶熊 那上次影片最後我有說 我有買一個全新的工作用的相機包 他就在我的正後方 這邊 這個好像是大陸品牌 PG Y-Tech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型號 他的官網我會直接放在詳細連結 你們自己點過去看一下 那我買了一個是叫做 One More Light 然後原本我想說只有買這個包 結果前幾天剛好在 Facebook社團上面 又看到了一個 我覺得 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就一次買了兩個 一個是工作用的 一個是平常日出用的 不過這個是二手的 我不曉得他裡面狀況怎麼樣 今天就變成一次 開 兩個背包 今天這一集沒有糖果爸爸置入 我們就直接進入開箱好不好 PG Y-Tech PG Y-Tech 這小包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25吋的 雨衣包 所以他包得很精緻 他這個包裝會讓我想到 很久以前我買Pityside的背包的時候 他的包裝也是像這個樣子 Camera Clean Travel Pack 相機清潔包 這邊是這個 吹氣球 正面 PG Y-Tech 我是太久沒有買新的背包了 還是怎麼樣 我就覺得這個好棒喔 我附的配件這麼多 然後包得又很好 整個包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上面呢 應該是防潑水的材質吧 他做工很好耶 整個包很精緻的感覺 上面的拉鍊 都有附這個 很大的勾環 這勾環的好處是 也很好拉啊 不會覺得有時候拉拉鍊 就只有這個 小小的 不好拉 這個蠻棒的耶 不曉得這邊這兩個 凸出來的勾環 這個是要幹嘛的 很多相機都會有那個 胸口的綁帶啊 混固相機用的 提把 他們說這個可以直接 插在行李箱上面 這邊 這個也是提把吧 好像可以直接這樣提 這裡就是他整個 內置空間 這個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這個還蠻硬的 摸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以前做的都會很厚 應該後面就有吧 這個是之前在用的上機包 那他要嘛 他做的很薄的嘛 就會 你看這樣軟固固 其實你會覺得他沒什麼保護性 做的厚嘛 保護性是蠻夠的 但是就 但是這個好像是近幾年 還有的 就比較新的 製程 用這邊這一台拍牙 他就是 很薄 但是他其實 非常的堅固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 我很抱歉我剛剛才發現 發生了很久為了 低端白癡錯誤就是 麥克風沒電 沒注意到 好險上面有錄影啦 就 今天錄影的畫面 其實我還蠻想分享給你們的 這是我一直很期望 有的一個 錄影環境 剛剛把這個拿過來 這個是R7 白癡喔 這個包超大的啦 到底R7放進去之後還有剩這麼多空間 兩顆鏡頭 看我連FX30一起丟進來 應該是綽綽有餘 這個是放筆電的空間 他這個感覺應該15吋的 也可以輕鬆放進去 這是我的 MacBook 果然是輕鬆篩 這邊這個空間 iPad 然後他有個 很方便的地方 他放進去之後呢 這個彈力繩 稍微拉一下 就勾上了 是這樣沒錯吧 然後我記得他們有強調說 就是他們這一面這個材質 有特別去 設計過啊 比較防髒好清理啊 因為你看他這樣子開 就很明顯 我平常出去外面工作 如果要用的時候 一定是 就把他放在地上 所以那邊 一定是特別容易髒的一面 這邊這一面是 放水用的 這邊有個彈力繩 應該是放水啊 綁腳架用的 因為他這邊還有附這個 繩子啊 他應該卡車那裡也有吧 咦 他卡車沒有耶 有點意外 那這一面比較特別一點喔 這邊有一個 相機包 很多人喜歡 包含我在內 就是快取 就是這樣子 打開 平常拍影片用的相機 或是幹嘛 就放在 這個地方 你出去外面要用的時候 直接打開 那就可以拿出來了 就不會像那個 像現在這樣子啊 一定要整個攤在地上 然後這裡還有 一個小袋子的空間 電池倉 電池呢 這邊三顆都是有電的 我就這樣放進去 那沒電了之後放進來 你總是要知道說 這顆已經沒電了 你可以直接這樣 撥一下 就變紅色 他正面的空間呢 其實蠻大的 他下去可以直接探到底 有些人會塞 三軸穩定器啊 或什麼東西 在這個空間 但是他正面的 拉鍊 只有到這裡 所以打開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 折到他的感覺 我沒有很喜歡 說實在的 但是他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小拉鍊 裡面是什麼啊 裡面有放東西 備用的綁備品 先放在這裡 小小的 雨衣包 還不錯啦 雖然他這個本身 已經有防潑水了 但還是有付個 雨衣包給你 那下大雨的時候 加減有一點保護嘛 如果以工作 我純粹是以工作 他其實外觀也已經 比一般的相機包還不錯了 我相信你們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那種很多 老牌子的相機包 他們做出來 就是 要嘛看起來很像登山包 要嘛就是 好像在很招搖的 告訴大家 我做攝影的 我做攝影的 你看我這個包 攝影包牛逼 就比較少會做的 比較 我平常會想背出去的那種型 我還沒背起來 我背起來試試看 可以啦 跟我預計的差不多 這包很棒耶 好了我其他的相機包 可以準備退休了 可以準備退休了各位 我漏了 這邊還有一個小袋子 白癡喔 這太小了吧 這個能塞什麼 塞護照嗎 我不知道 這邊有一個很小很小的 小空間 然後我這邊 順便跟你們講一下 我這個是從淘寶買回來的 他們跟我講說 在12月份的時候 他們購買有一個折扣 結果買下來 400多人民幣是多少 你們自己算一下 好啦那我順便跟你們講 另外一個我剛剛說 除了這一咖之外 我另外買的相機包 我先把這個抽出來 這裡 嘿咻 這個是相機老牌 MANFOTO出的 嘿 這個行 還行耶 完全符合我預期的狀況 這一咖 看起來就工作氣息很重 這一咖 就是平常外出用的 也相較之下看起來比較休閒 輕鬆一點 這邊 下面 一個空間 這是相機空間嗎 沒錯 相機空間就在這裡 看起來沒有很大 這樣子可以啦 然後這邊 再塞一顆鏡頭 再塞一個麥克風 特邊 兩個 放水的 或是腳架的 應該是放水支柱架 然後這可以 它這邊有一個彈簧 在這個地方 我有點好奇 它這個空間是什麼 幹 這什麼意思啊 它是前後打通的 這個袋子 你可以讓它是 從後面 不行不能從後面開 因為筆電帶在這個地方 對 好啦如果我去旅行的話 護照啊什麼 我可能會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 太大顆 比如說你放錢包在這個地方 會頂到背 應該會不舒服 然後這裡一樣 有這個 可以放行李箱 然後 它的內帶空間 它有一些使用痕跡啦 真的是有一點髒髒的 不過沒關係啦 二手的嘛 不要要求太多 這裡有一個 直通 到底的空間 筆電應該是夾在中間吧 對 它這個 這邊這一層 比較厚一點 所以筆電是從這裡放進去 進得去進去 有點憋 然後放進去之後呢 這邊有個小彈簧繩 這樣勾起來 然後就上面這裡一個小空間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出去日常 會想背的 可能就是這種包 二手買的 沒有很貴 好像 1000多塊吧 2000塊我忘記了 要求不要太多啦 重點是 它好看啊 這才是真心話 重點是它好看啊 這一次買了兩款相機包啊 都還滿滿意的 我都滿喜歡的 這個是二手 在網拍上面找到的 所以我不曉得你們 原價是多少 型號也會放在 畫面上啊 你們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那另外一個 One more light 十二月份 有在折扣 大家想買的話 可以趁這個機會去買一下 好不好 金金茅茅茅的 大清早拍了這支片 我希望能早點撿完 早點觀賞給你們 那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在台中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